在學校裡面拿到了一個模範身 我跟你講我小孩到現在 四年前沒拿過模範身 拿模範身沒那麼簡單 他既然這麼優秀的一個小孩子 可是 可是 如果因為家長的一個偏差行為 他的觀念錯誤了 我去拿東西稍微掛一下 我回來比較害 如果啦 有這種可能的話 有沒有可能不知道 因為網友也有人做夢 因為網路上大家是喜歡 把夢靜雯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夢靜雯 有一個網友在PTPT都講說 他知道這個事實 他知道這個事情 他說看到這個 那天他剛好下午他做了一個夢 他說我夢見板橋某人在抱怨此事 這件事情 覺得很浪費社會資源 搞得警察局都是記者 可見那個人在現場 在警察局看到很多記者 而且報導並非事實 事實上是因為媽媽懶得 上樓去拿安全帽 叫小孩先拿旁邊的安全帽就好 然後跟記者講的內容 就是要博取同情心 最後男子也沒有提告 如果這是事實呢 我這麼講 記者講的內容就要博取同情心 我覺得我們社會已經被很多記者 二分法了 很簡單 酒駕一定是小開 被撞死的一定是孝子 不是嗎 現在社會都是這樣子 然後有錢人一定是奸商 然後被有錢人害的一定是癌磨 你不覺得嗎 現在記者都是叫他十二分法 今天我要講 因為我也問過記者 這個人有這麼惡劣嗎 這個人什麼身分 事實上他當時沒過多久 他就說他撤告了 可是沒辦法 這是公訴罪 沒辦法撤 警察他欺負男性他沒辦法撤 大家都很想辦法把這個案子撤掉 可是沒辦法撤了 國家管理規定就是 切到啊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按照你這個說法是這樣的話 這個媽媽的教育 如果啦 就有偏差囉 而且好 那這個人我特別去問一下 這個人有這麼惡劣嗎 因為大家是一無封罵這個 我跟你講報紙上只有兩個字 所有媒體也只有兩個字 這是我一直覺得現在記者 應該要認真的地方 這兩個字 施主 他有沒有叫余美人 有沒有叫張慧中 有沒有叫羅爾治 有沒有叫 都沒有啊 他就是叫施主 沒有人才有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寫得 這麼的 看好像看到這個事實 好像明明知道這個是爛人 我就罵他說 你看正義魔人 他就是一定要告小孩 把小孩子毀掉 這輩子都毀了 可是有沒有去問到他 我側面了解 他是一個三十幾歲的人 也不算年輕人 也有點社會歷練 他做什麼 他做保險業務員 保險業務員 而且他業績不錯 好 就這樣子就好了 我問到這樣子就好了 業績不錯 那保險業務員 大家都有這種朋友 他業績整個會不錯 很通勤打理 通勤打理 應該是 他必須要了解這個人的需要 他長時間服務這麼多的客戶 他都在幫忙 你問可能是媽媽硬拗到這個人 還是另外一種就說 不然我們先找一個 然後就回來 找一個也找回來 可是不能啊 不告而取 我懂 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社會上 找一個再拿回來也沒問題 對不起啦 我不是真的 我不是跟社會唱反調 但是 沒有 我就不要拿回來 因為採訪 採訪現場我經過上千場 我很少看到 把資料準備這麼齊全的被害人 又獎狀 又很多 我很同情 又拉小提琴 說你小提琴拉得很好 我非常地同情這位媽媽 她的癌症我也心裡面很難受 因為遇到很多這樣 我也很難過 我也希望這事實不是真的 我也希望他們家都平靜 我也希望大家社會都平平安安的 但是我擔心的是小孩子 如果我們家長做錯事了 卻教他不同的方法 今天還出來 對不起如果啦 我說如果 如果我的判斷是這樣子 那如果硬拗 那這個模範生 他以後會走不對的路 我擔心的是這一個 其實我覺得很想 如果這樣子拗下去 那小孩子認為說 我這樣子做是對的 而且母親有沒有罪 有罪 如果你是因為你怕自己犯罪 他有什麼罪 教唆 不不不不 友知我覺得你今天 你剛剛這樣講出你的想法 我覺得很好啦 有兩點 我可能會被罵啦 不是不是 你要當一個名義代表嘛 你就要看到最真 你要看到真相 而你勇於表達嘛 這是一個名義代表 至少要做的 第二個呢 你一個資深的那個記者身分 你來告訴現在的記者 你在報導的時候 要與時距 就是要兩邊都要平衡 那麼我的看法不是說 我剛剛一開始我就說嘛 因為我們都是看報導 我們也不認識他們 他也不是我的個案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是單親媽媽 你是得癌症 或者說你的孩子是模範症 這些都撇在外面 我比較贊成的就是說 對於一個這種小小的事端 不要浪費社會資源 我還是主張先和解 而不要提告 我對於這個年輕人 他主張說我的東西被偷 那麼我要爭取 然後我要給他們個教訓 也許在心態上是沒有錯 但是我認為說做法 在現在這個文明的社會裡面 我們要盡量採用 就是我剛剛說的 和解包容 或者不行再提告 對 那因為剛剛有提到一個 美人有說到一個 那個一個小時內 他又把這個帽子還回來了 對 就算說他們當時想說 凹一下 看一個小便宜 沒人知道 可是後來發現說 對喔 沒人還是跟誰 就比較溫達 也就是說人的內心世界 是我們不能去讀 別人的內心世界 可是在掙扎的過程中裡面 他還是怕避免說 讓小孩子養成不好的 這種習性行為 所以這個媽媽有拿回來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拿回來以後 這個年輕人可能要撤告 可是已經不能撤告了 因為公訴奶 切到罪 對 切到罪 余思乎剛好記得知道 就把它炒成 變成一個強對立的二分法 所以我剛剛說你要講 你講出來是好 而且這位師先生 因為他叫師祖 所以他沒有 我想說他是不是師先生 他 我在想 像畏尊老師又提醒我了 他安全帽變拿了 我們現在站在這對母子來想 如果站在這位師先生呢 颱風天耶 去上個月的颱風天 他一下來 他大概一拉 他要騎機器 我的機器咧 你落後 我的機器咧 我的機器咧 你說那個姓 安全帽 我的安全帽咧 怎麼沒去 師祖你都講錯了 師祖 是那個師祖嗎 這個師祖 他還會說 鴻台梯 安全帽 我還會說我一個故事 我還會說我一個故事 四天的時候 是不是紅葉棒球隊 所以那時候很小 騎棒球我們有一個鍋 我們那裡有一個長輩 他們家的褒賴叫我騎牌 對 騎牌 當然小孩子心會不會放 會 要牌呢 我們的長輩 到現在我還會記憶 去把我們老爸 他來跟他說 說叫我要牌 我要對誰的錢好牌 沒有牌他就說 他跟我們老爸說 說起來 那妹我實在很差 他真的去跟我們老爸說 半妹飯吃飽 他臭臭臭臭 說哇 不是 是 真的來 來跟我們老爸說 你打算要怎樣 問我們老爸打算要怎樣 我們老爸說 對我老爸 待會兒我會教師 這樣 真的老爸 那個玻璃多少錢 你老爸說 老師 小時候的那個玻璃不值錢 沒關係 那個也不能講值不值錢 我們老爸打算 但是 我覺得我對那個長輩 一點敬意都沒有 我對那個長輩就是說 小孩說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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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那你問的來都去賣 都要先說 你一定是生人的 我們會辦 我說老師什麼 你說就先說 那個沒有辯解說這樣 都不用 小時候我爸爸是 上學的時候 自己去弄了一支藤條 我說你αι NousW수를 家爸 我就 Desktop 錯了 以前是這樣的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是一個長輩 我會跟他說 不要弄到這咖 還是目的洋人 你不會去跟 你不會講他陪 你不會去跟爸講 對不對 所以我要講是什麼 我要講是說 那個事情 真沒那麼嚴重 這個是真的 ceram 真的 長輩 祝親祝親的長輩 你拿邵恩辛頒發的獎狀 邵恩辛這是 台北縣長 對 你剛講到模範生 我突然有點淚流滿臉 好不好 我的故事 你民國六十四年 我當模範生也做了很多壞事 給大家分享一下 好 來 鄭大師 有小偷命也有小偷的運 剛剛美人姐看到我小時候 獲得到台北縣模範生 不得了的 全校也就算了台北縣 因為他是姓氈 不然不是叫維中 我改過名字 各位的開運才改 重點是我還當過全校都第一名 都非常好成績 可是媽媽那時候 對 讓我自首嘛 媽媽煮了咖啡給爸爸喝 你知道吧 每天都會煮 每次煮完都九分滿 可是他放冰箱冰完之後 就變成七分滿 他說你是不是你偷喝的 問我 我說沒有啊 可能是老鼠吧 冰箱怎麼可能老鼠 不是嘛 那我就發一個事說 將來討老婆一調 每天煮咖啡給我喝 從此就戒掉這個偷咖啡的習慣 那都是壞習慣 知道吧 後來我小學成績非常非常好 可是到了專科的時候有沒有 考專科的時候 又跟你一樣考試作弊 有時候不該得的話 就不要去強求 我等懂事以後我就沒有作弊了 那時候還不懂十三變十八歲 我的成績 我的成績明明只能到市政 或是市新 或是到海專而已 就靠同學稍微做了畢一下 就考到新埔前三志願 新埔不錯啊 很好啊 可是我的底不是那麼高嘛 你了解我意思嗎 後來到那邊之後 讀到一年半 知道嗎 讀到一年半就熱令退學 所以人生大學讀了四所 高中轉了四所 這故事告訴我們有沒有 模範生不見得會有模範的孕 你看 你小時候很胖 真的嗎 小時候很胖 這故事告訴我們 還是小踏實地啊 不要投機取消 可是我遇到過一個事情 我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 最主要是 像我覺得比較不捨 是那個八歲的孩子 大家現在比較 阿Q的地方是在於就是說 怕他心裡留下陰影 那我現在講這個故事 我記得那個是我女兒 大概四年級的時候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 他同學的爸爸打來 然後非常的嚴肅跟我講說 我跟你說 今天我女兒的手錶 在學校不見了 他的女兒還是妳的女兒 他的女兒 他女兒 大家聽聽看 然後你們會怎麼處理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我自己處理得很糟啦 然後他就說 我的女兒的手錶不見了 我說喔 不見了 阿然後呢 有狀況嗎 他說沒有 因為呢 他呢 我說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狀況嗎 他說因為一早呢 我女兒就帶了一支錶 然後呢就到學校去 然後那時候班上呢 就傳閱 可能四個台 然後傳閱傳傳傳傳傳 之後傳到最後呢 不見了 我說喔 不見了 那同學這麼多 那是 你覺得是我女兒 拿了你的錶嗎 他說因為我女兒說 就到你女兒那邊 就不見了 然後我說喔 不見了 然後我那時候 當下我就覺得說 他的意思就一直就是說 你女兒拿的嘛 那我那時候第一個反應 我也沒有覺得說 我是不是 他是不是